到夜赌季前接任国家队监督后首次战役就有好彩头 在亚冠赛拿到冠军记者于成汉摄影分享 第一届亚洲职棒冠军争霸赛亚冠赛在周日结束 决赛中日本以7比0大胜韩国拿下手做亚冠赛的优胜 这同时也是到夜赌季在7月底接下日本是Japan 国家队监督后的首作国际赛是优胜 由于这次亚冠赛限制参加资格为24岁以下或职棒资历未达三年的球员 即使有三名外卡球员可用 相较于前面几任监督所带领的日本国家队 到夜这次带领的并不能算是顶尖的日本队 成员虽然大多都是如原田壮亮 京田阳太 家贼拓野 圣灵城池及山川最高等在今年表现突出的年轻球员 但这些球员的国际赛经验稳定度以及在许多球员今年都是出赛场数激增 甚至还有几名是在季后赛拼战制日本一 在这种状态下的体能调整都是盗夜在带领这支日本队时要叫过去以往几任监督注意的地方 加上这次是在日本国内举办且只有三场比赛的短期杯赛 一场都输不得到夜间上的压力可想而知 这支日本队也有长达威力不足的弱点 打线中能够成为重炮的只有山川一人 其余的球员都叫擅长打机动战 要使用机动战的话 教练团在场上的战术运用及球员的执行能力就很重要 在这三天的赛程中日本队其实在战术执行上有不少失误发生 在决赛队上韩国时就有多次 二局无人出局 一二雷有人触及失败造成双杀 四局强迫取分失败造成跑者在三雷被牵制出局 五局满雷时安大 三雷指导教练失忆 二雷打者冲本雷 却以大距离在本雷前被回穿球触杀 这些战术的执行失败是日本在比赛前半段无法拉开与韩国差距的最大原因 还好当时下一棒的西川龙马打出事实安大 否则在一人出局满雷只得到一分 对日本的气势会是个不小的打击 到叶才刚接下国家队监督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其教练团也是使得在战术运用及执行上海 有点稚嫩但幸好在调度方面还算快速 杨连行人王元田在第一战对韩国表现不佳 第二战对台湾就改用松本刚上场 松本在该场比赛打出两只安打外在两分打点 决赛也打出二安赛后被选为最佳九人的外野手 算是盗叶在本届比赛中做的较好的调度 盗叶赌记在战术执行上还是稍嫌稚嫩 不过在临场调度上可看出是相当果决 记者于成汉摄影分享 日本在这次比赛中打现出现比过去几次国际赛更多的失误 当然这与教练团及年轻球员的经验只有相当的关系 但最终日本还是能拿下优胜 除了后两战的先发投手金勇生太极田口力斗 展现完美的压制例外 也再次显示日本的年轻球员 即使在作战失误的情况下 其稳定性及整体实力还是比韩国及台湾好 尤其是台湾更要了解到这之间的实力差距 这次台湾队中有许多在这两年打击表现非常突出 同时也已经在球队中心打现占有一席之地的球员 反观日本队 虽然有不少球员 今年已是球队的主力先发球员 但多半不是中心打现 且打击数据也不若台湾球员亮眼 但同场交进的结果力分高下 这批日本的年轻球员当中 虽不乏有人会被选进2019的世界12强棒球赛 东京奥运资格赛 及2020东京奥运国家队 但日本此年龄阶层的还有许多好手 而台湾到时候的主力应该就是这一批台湾队的球员了 如果不想办法停止内耗 在这两三年缩小与日韩两国之间的差距 台湾届时能否重返奥运恐怕是个很大的未知数 当然对日本而言拿到游胜虽然值得高兴 但这次也只是在亚洲职棒圈内的小新国际赛事 之后对上美洲列强才是倒夜Japan的真正考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